啦啦啦,我是蔡羊鸟 最近小鸟在观战钢手玩巅峰赛的时候发现 竟然有大神玩孙悟空走边路的 带个闪现 效果是出奇的好 今天小鸟思考了一下 做出一期常见的打野英雄走边路的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个孙悟空 先说他的优势 孙悟空前期打野很怕敌人骚扰 而且耽误自己的发育 走线上会相对来说安全一些 而且他的被动攻击范围很大 清兵很快 可以迅速清兵出连野区 或者是中路 烈士呢 就是如果他走边路 实际上阵容上少了一个肉坛 或者是战士作为前排 后期有点扛不住 还好这一局我们家不肉他也不肉 大家都是暴力出装护怼 追索随身小狗 其实在打野刀改版以后 孙悟空对于打野刀属性的要求并不是很大 不如出个攻击大将来的实在 节省了打野时间 都用来战克 围城剑都抠掉 真的是 我几天大圣不死不回家 第二个 纳克鹿鹿 虽然小鸟打速材玩的是匹配 但是我的号胜率太高了 基本上匹配到的都是星耀王者的选手 这一局打的就比较娇琢 我们家前攻击很强势 获气能力弱一些 差点被他们给翻盘 不得不说对面这些加血英雄真的厉害 要不是这局我带了中间 攻击还出了制裁 固然好几次伤害都不够 很有意思的是 这局我们三个人开黑 遇到的对面三个人 竟然都是我朋友认识我 红克花木兰和杨玉环 主人相见下属是相当的狠 再加上两边的路人比较狠 大的是非常心赖 第三个是阿科 阿科比前两个英雄打野快多了 同样的 他亲密剑的速度会更快 从小兵背后发起一技能 不仅暴击 而且还是群体攻击 一级取了二技能 单挑不畏惧任何边路 二级如果对方大意 就可以收到人头 阿科不打野的优势是 可以多出一件保命装 这里小小看到对方的物理伤害高 选择了隐忍制作 对面前期不肉 直接无尽宗师 最后出一件碎星锤 克制一下项羽 然后出不死鸟增加生存能力 最后出破军加伤害 在多一个终结的情况下 输出确实高了不少 增加了自己牵后牌的龙挫性 小鸟玩阿科超神武杀 轻轻松松 也得自恋了 不过大家来看看 这不操作怎么样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内容有点长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视频记得关注赞小鸟商分指南 有建议或者是疑问都可以给小鸟留言哦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他